第五十七回第四区的科学店南国 今天是在北京国庄老学店区 这也是北京国庄 今年生办中华婚姻家义区的科店比赛 今年参加科店的项目 有数学、化学、同博家义学店 十中的入院 参赛的学校要有十八件 总共二百六十件参赛作品 北京国庄学院副国两条标识 这科店的办理主要是要备用 核心的重心和改革问题领导 第五十七回第四区分枯科店 今天在北京国庄老大丁 今天的活动就是张化、云林、嘉义等地区 二十八所的学校来参加第五十七届的科展 总共有两百六十件的作品 学生的作品都非常的精彩 都非常有创意跟创新 这个活动最主要是在高中职阶段 针对独立思考也跟问题解决 能够在这个阶段有不同的发展 一起来互相的观摩、学习 把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创新的作品 展现给我们的所有的评审 跟各界的科展学习的同学们互相交流 这次有二十八间学校参加 参加互相做十种的行博 有所学、化学、工程、电脑、主述等等 不用学习、创新、当初生科学 在这次的科展当中也看到学习的创意 学生的创意就经过他的idea 所以我们来讲 创新是一个creative 就是新的发现 但这些有没有商品化?没有 那我们真正要在企业界 或者是职务上能够使用的话 就要不断的去改进、更新 创新叫innovation 那innovation的话 过程中就是make to change 你只有改变 不断的改变、更新 变成实用 所以我们讲 它是个商品化的过程 那这样子的话 学生才是真正把我们叫 这个务实致用 跟实际的应用 应用到我们科技 是为人类生活所应用 改变人类的生活 为了背影 创新的科学精神 福音管政府 总得七个分级版科学普朗会 每一个孩子在这里 能够把科学的精神 逻辑思维 甚至创新的态度 能够有更好的展现 那今年也是云林县 在7月24号到7月31号 也是承办了全国的科学 我们的博览会 在我们的云林科技大学 那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 丰盛的一种闯关的礼品 来欢迎所有 一起来互相交流 现在学生 刚才问题都不知道 要如何改叛 所以学校也希望 透过当秋生科学 可以背后学生 逐渴重新 学生现在参加 库丁的新酒 也就是台湾 未来希望 今天我们的云林品 彩虹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